最近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邮政局等18个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中提出到2022年将基本实现邮政村村直通邮快递香香有网点 通过邮政快递渠道基本实现建制村电商配送全覆盖 重点快递企业国内重点城市间将实现48小时送达 邮件快建计地实现动态可跟踪隐患可发现 事件可预警 风险可管控 责任可追溯 此外邮件快建包装减量化 绿色化可循环 到2022年实现单个快建封装交代平均用量减少20% 85%以上电商快建不再进行二次包装